要说起当今国内硬派夜圈顶流啊 那绝对是坦克家族 一个坦克500 一个坦克300 不仅实现了口碑加销量的双丰收 而且一举是把国内的夜圈子又给带火了 那么现在呢 在成都车展上 坦克家族又加入了新鲜血液 它就是刚刚开启预售的坦克400 Hi-40 坦克400Hi-40这款车型呢 它的定位是介于坦克300和坦克500之间的 它的性能和配置要比300明显高一阶 但是外观设计层面呢 相比坦克500又明显年轻夸张很多 我看到这台车的第一印象啊 就想起了今年特别火的一个词叫特种兵 就是一种原始的粗犷的 非常朴素的这种狂野美 你能够看到大量平直的线条 以及外露的锚钉 包括灯光这些位置 都是在强调的一种明显的力量感 如果说买车也分挨人和艺人的话 那坦克300可能是挨人在开 但是这台坦克400啊 一定是艺人的首选 在外观部分 我觉得非常体现质感的两个细节啊 一个是它的垫尾门 你看到像我们经过越野之后 它整个车外观比较脏 如果你趴一关 其实尘土飞扬感觉不是很好 它的这个垫尾门呢 测开式的 而且它是电器的关闭方式 你看到 我稍微给它一个劲之后 自己就关上了 这个是很体现这个尊贵感的 还有一点呢 就是它全系都给你配备了 电动踏板 你打开车门之后啊 就会缓缓地把它移出来 其实这个配置对于老人 包括小孩来说是很便利的 而且如果说你这个 经过越野之后 整个车发跟比较脏 有个电踏板也比较好 不容易弄脏你的裤管嘛 今天其实机会难得啊 因为我们是来到专业的越野场地 一起来体会 穿越雨林的快乐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啊 这款坦克400 它在应付这种 中断难度的泥泞湿滑路面 它的表现是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还是如鱼得水从容不破呢 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我们今天挑战这个路线啊 主要是泥地 比较湿滑的路面 所以我们需要把 这个驾驶模式 给它调到专业的泥地模式 其实调到泥地模式之后呢 剩下所有的操作 它都自动帮你进行了 等于是那种傻瓜模式 刚教练告诉我们 泥地通行啊 最重要的要素就是 慢 慢慢通过 这些问题都不大 路到比较狭窄的路段的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帮你挑出来 这个征服者视角 这个很好用啊 感觉就像有个人 钻在你的底盘底下 帮你看路似的 不像开一些比较老牌 决业车像木马仁或者普拉多 你还得不确定的时候 下车看一眼 这个就是完全不用 专心驾驶就可以 它这个前双叉臂 后链杆悬架 真是有点东西啊 就会让你想起 开霸道的感觉 外边特别颠簸 特别混乱 但是你车内依旧可以维持 一个相对舒适的状态 就还挺有安全感的 这种悬架质感 也是提升整个车辆 豪华性的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 这绝对是我 通过最轻松的一次交叉轴了 基本上你不需要任何操作 先踩一点油门 直接就过去了 你都感受不到 轮胎打滑的那种感觉 确实现在这个科技发达 越野都已经变成一个 傻瓜式的一个玩法了 一整圈下来 太轻松了 都没有挑战到坦克斯法的一个极限 如果大家后续买这台车 可以再给它更高难度的一些挑战 今天早上我们还短暂的体验了一下 它在市区道路驾驶的一个感受 它在拥堵路面上 开起来的感觉比较像是电车 就是很平顺很安静 但是如果说你要提速那一脚下去 其实给我吓一跳 我感觉自己好像在开超跑 就是太有劲 太有力了 它在标准模式下开起来的感觉 特别像是3.0T的车型 那如果说是运动 甚至有点接近4.0T的感觉了 我后来是把它调整到经济模式下 就比较像是2.0T高工的那种感受 我会觉得心里头更稳一点 要不然一脚肉下去 整个车都要起飞了 但是动力这个事吧 咱就是说你可以不用 但是不能没有一样的价格 你买一个动力更强的车型 肯定是心里边感受会更好一些的 那么第二就是它的静谧性 做的确实是同级别 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水平 前后都是双层夹胶的玻璃 所以虽然是非诚在世的车身 但是给到你图书馆级的静音 车里车外完全是两个世界 再加上这台车的音响品质 其实是蛮不错的 所以听一点小哥 在你旅游自驾的时候 这个感觉非常非常的惬意 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 我们就发现整个长城集团 在SUV这一块领域是持续发力的 是要拿回自己 在国产SUV领域的话语权 尤其是在新能源方面 更加就是有一种大力出奇迹的感觉 你看到年初的哈佛骁龙 一个主打城市精致SUV的车型 再到后面的哈佛H5 量大还便宜 性价比极高 以及后面的哈佛猛龙 硬派外观非常的帅气 但是以城市通行为主 再到现在的坦克400 更加专业 更加硬核的硬派越野车型 可以说是方方面面全面开花 那其实呢 像这样的车型 单从产品力来看 确实挑不出来太多的毛病 定价也是比较公道的 现在唯一欠缺的就是车主的口碑反馈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期待一波 如果说首批车主啊 这个评价更高的话 其实我觉得坦克400 成为继坦克300之后的 又一个爆款 不在华下 你们觉得呢 不在华下